海神神念险威竟直接打爆比比东 就在唐三救下两大神兽后 比比东依旧不依不饶 他召唤出无数魔珠 锁定大名二名的位置 唐三虽然将他们的身形和气息隐蔽 可魔珠无穷无尽 稍有不盛就会被发现 唐三只好利用蓝银领域干扰比比东的判断 然而比比东拥有双领域 双方的碰撞中 唐三明显吃亏 因为他的杀神领域无法隐藏气息 为了让大名二名逃出去 他只能让小五带着他们离开 由自己拖延时间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比比东发现了不对 他连忙使出精神头骨技能 真实世界 很快 天空出现了一只幽暗巨眼 他仿佛能洞穿灵魂 一切迷幻技能在他的面前都将失效 比比东通过巨眼 观察到大名二名已经消失 他便把矛头指向唐三 随后一阵阵绿光扫尸而下 他们无处不散 被扫中者将无处遁形 唐三即便有瞬移也无法躲避 他已经被比比东发现 比比东九十九级还是双生五闻 其实力恐怖至极 已是大陆的巅峰强者 唐三手段进出 照样被打到 而他接下来还要同时面对四位 封号斗罗 与之前鬼魅的生死 菊花官恨不得将唐三碎石万段 因此 他的攻击无比疯狂 再加上其他三名封号斗罗的助攻 唐三一次又一次地陷入了绝境 他被打探在地上 而此时 四大封号斗罗的强大魂技轰出 见状 唐三并未放弃挣扎 他使出了乾坤破魔抵挡 但流扰动 强大的能量爆炸开来 四大封号斗罗被震退 唐三则欲血倒地 他仅有一点余力 只能依靠出其不意 才有一丝逃脱机会 此时的比比东 已经发动了死亡领域 可唐三才刚抬起海参三叉戟 就感觉身体有种麻痹感 他的关键一击被强行打断 紧接着金色光芒大胜 三叉戟竟主动冲破了 比比东的领域 海参神念也随之降临 他这次出现 解了唐三危机的同时 也是为了传授唐三 黄金十三级前三世 第一是无定风波 看似杂乱无章 实则发力奇特 带有锁定效果 且攻防一体 被命中者无论多强 都会被限制八秒 尽管比比东已经是颠轰斗罗 可还是逃脱不了这一世的限制 随后第二是千载空忧 千载空忧 用群体攻击能力 一经施展 似能感觉到强大的海红兽 搅动着海水 使得乱流有梦 被命中者只能任由乱流 将身体撕裂 这一世直接就将比比东重创 最后第三世一去不返 时间一级撕碎虚空 速度快到不可一意 一级之下 比比东暴体而亡 另外四位封号斗罗 也被鱼波震飞 神技之威强大莫测 掌握前三世 就能让唐三自保无鱼 不定风波 遇到神机对手 控制时间会缩短 最短不会低于三秒 而如此强大的神技 还有十世 等到唐三成为海神 就可以全部学会 交代来恩 这些事情后 海神神力能量不足消散 唐三在危机关头捡一条命 接下来他该去找大命二名了 唐三 就算你逃了 也救不了那两个十万年魂兽